交易心态在交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你是否经常处于一种赢要冲输要缩的交易模式 虽然这句话道出了交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但对于实际操作起来又过于笼统和模糊 举个例子 我透过RSI的超买及超卖来进行多空单的逆式交易行为 在这段行情里使用超买超卖让我连续赢了三笔交易 于是呢我对这套策略开始建立起信心 只要照着这个逻辑走 很快的我就可以找到一套适合我的交易圣杯 但过了一段行情 使用相同的进出场方式让我连续亏损了两笔交易 当最新一笔讯号产生时 此时在我的心理层面开始产生动摇 心里想着是否要继续坚持下去 还是加入其他指标来进行优化 要不然将RSI的参数值进行调整 又或者是将原本的逆式策略改为顺势策略 哎算了不管了 直接放弃这套交易策略 重新再找寻我可以接受的方式 没错以上这些行为你我都会遇到 而这些问题会随着亏损次数的多寡 开始产生动摇 每当事后进行复盘回测时 总是显得非常矛盾 对于实际交易帮助好像又不太大 到底是我的策略有问题 还是心态上有问题 在此我直接讲结论 在心态上交易是非常主观的 没有正确答案 因为一厘米养白种人 但我们可以透过绩效来减少心态上的恐慌 而好的绩效都是建立在有效的策略之上 它靠的是方法 而不是复杂的诚实语法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念或加入一点新元素 就能让原本打算放弃的策略起死回生 话不多说 今天我将综合以上内容 透过量化数据的分析 打造出一套顺势交易策略 而这套策略 我只用了一个技术指标来完成 如果你对这一集感兴趣 你能做的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并观看到最后 带你从0到1 1到N的无限成长 公寓善骑士 必先利其器 欢迎来到指标与策略 俗话说 指标靠量化 策略要内化 这一集 我将展示一套顺势交易策略 在这1800多天的交易日里 使用4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比特币100次以上的交易 在没有任何杠杆的情况下 提供了200%以上的收益率 与往常一样 适用于外汇 股市 期货 贵金属 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衍生商品 这套交易策略 我会在tradingview上实现 并使用一个免费技术指标 接下来 我就从头到尾说明 及演示一遍 如何在tradingview上添加并使用这套交易策略 进入到交易规则 这是比特币对泰达币 4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空单的说明 在报价方面 采用币安交易所来进行 进场方式 使用一条HMA技术指标 来进行顺势交易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 输入HMA或传行移动平均线 将长度设置为9 颜色及线条 请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设置 出场方式 取标准差的倍数 来作为停损停力的出场条件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 输入Standard Deviation 将长度设置为9 样式的勾选 我个人是把线性图改为柱状图 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设置 首先 这套策略为了在说明上比较好理解 我会用反推的方式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步骤 加入时间滤网 何谓时间滤网 其实滤网分为很多种 有技术指标滤网 策略滤网 风险管理滤网等 它可以有效帮助交易者 排出一些不符合策略或标准的选择 从而减少错误和损失 本次我们要在4小时图表内加入时间滤网 而这个标准时间 采用UTC正零来进行 也就是币安交易所的报价时间 而这套策略在每个礼拜日不做任何交易 如果当下有任何的部位都要进行平仓 无论是多单还是空单 厂商赚钱还是赔钱 我们都要完全遵循时间滤网的规范来运行 会这样设计主要是防止因周一开盘后 市场出现反方向的剧烈波动 进而造成亏损 毕竟加密货币市场没有收盘日 第二个步骤 进场条件 以多单为例 当K棒收盘后 上传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大于HMA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多单进场点位 停损 使用固定的方式取关键K棒标准差的值 再乘以N的倍数 在这里N的预设值为两倍 至于标准差的值 可以透过数据窗口来显示 计算方式 443.3乘以2 得到了值之后 再减去进场这根K棒的开盘价 也就是62291.1 减去886.6 等于61404.5 这就是我们要的停损点位 停力 使用移动停力的方式 取关键K棒标准差的值 再乘以N的倍数 在这里N的预设值为三倍 计算方式 443.3乘以3 得到了值之后 再加上进场这根K棒的开盘价 也就是62291.1 加上1329.9 等于63621 这就是我们要的停力点位 但是呢 在K棒还没有达到停力以前 停力的点位 会随着最新一根K棒的产生 进行调整 计算方式一样 差别在 当最新一根K棒开盘后 我们就取上一根K棒的标准差 乘以3倍 再加上进场价来进行计算 这里可以看到 进场价不变 当这根新的K棒开盘后 透过数据窗口 找到上一根K棒标准差的值 再乘以3倍 最后再与进场价相加 得到值以后 就将停力点位进行调整 停力的总结 采用移动停力的方式 它会随着每一根新的K棒开盘后 标准差的变化进行调整 当标准差越大 停力距离就会越远 相反的 当标准差越小 停力距离就会越近 这样才可以更贴近顺势行情 还记得开场所提到的 赢要冲 书要缩这句话吗 没错 这套策略在设计上分为积极的下单 以及保守的下单 假设这单顺利达到停力点位 我们就用积极的方式继续进场 毕竟顺势行情就是要不断地捕捉 直到行情瓦解为止 也就是 当停力之后 未来的某根K棒收盘后 上穿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大于HMA 我们就用相同的方式 在它下一根开盘价进场 至于停损及停力的条件都不变 很可惜 这单被止损了 如果出现了止损 代表行情可能要往反方向走 又或者会处于盘整阶段 这时候进场的条件 就要改变为保守的方式 此时 就会加入K棒形态的突破或跌破 来判断下一次的多单 或者是空单 突破就做多单 跌破就做空单 至于要计算多少根K棒呢 这里可以看到 预设值为6根 也就是说 当下最新这根K棒不计算 往回推前6根 在这6根K棒的最高点 及最低点 利用水平线将它标示出来 请记得 进场的条件都不变 一样是利用K棒收盘后 上穿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大于HMA 只不过增加了突破这个条件 这里可以看到 当最新一根K棒收盘后 上穿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大于HMA 并且突破前6根K棒的最高点 全部条件符合后 就是它为关键K棒 而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我们要的多单进场点位 进场后 一样运用标准差的方式 来设置停损停力 记得 停损是固定的 停力是移动式的 接下来是空单 首先 一样先确认 是否有冲突到时间滤网的范围内 确认没有 进行步骤二 当K棒收盘后 下穿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 小于HMA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空单进场点位 停损 使用固定的方式 取关键K棒标准差的值 再乘以N的倍数 N的预设值为两倍 最后与进场价相加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停损点位 计算公式如下 进场价为 71323.7 标准差为 2076.5乘以2 相加后 等于 75476.7 停力 使用移动停力的方式 取关键K棒标准差的值 再乘以N的倍数 在这里N的预设值为3倍 最后减去进场价 这就是我们要的停力点位 计算公式如下 进场价为 71323.7 标准差为 2076.5乘以3 相减后 等于 65094.2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K棒不断产生 停力的点位 会随着最新一根K棒的产生 进行调整 这个与多单的逻辑是一样的 最后 我们的停力目标 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既然这单赢了 我们就用积极的方式继续进场 当K棒收盘后 下穿HMA指标 并且收盘价 小于HMA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下一根开盘价 就是空单进场点位 停损停力的方式不变 这一单让各位小伙伴们 尝试地练习看看 最后 我们的停力目标 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感谢荧幕前的小伙伴们 收看到这里 你们非常的优秀 因为这一集的计算方式比较繁琐 接下来 我就来对这套策略进行量化说明 及最后的总结 在开始前 我想先分享 在加密货币市场 不单只有交易这项赛道 其实 它有非常多的赛道 等着我们去挖掘 小到年利率 有机会超过15%以上的无脑定存 大到参与区块链上的交互任务 甚至于有些任务 还是零成本的 没错 是免费的 频道在今年开始分享 一系列区块链各项赛道任务 但是 万事起头难 在没有前人引导的情况下 深怕上了贼船 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到底该如何开始 别担心 毕业旅行 就是你踏入加密货币市场的第一步 有两位主持人 某某集Cash 透过Podcast聊天的方式 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 深入探讨币圈的基本概念 在教课书里 不会教的币圈知识 这里全部分享给你 另外还有TG群 让你交流讨论 让你不会成为币圈孤儿 不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毕业旅行欢迎你的加入 详细连结 我会放在频道底下描述栏内 总结 在交易策略上 有时不见得要加入很多技术指标来优化 过多的技术指标 可能会导致不知如何下单 本集 提供积极及保守这两种进场方式 再搭配时间滤网这个思维 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可以透过策略回测来 检视它的可行性 在策略属性的设置上 初始资金为1万美元 订单数量 使用50%的百分比权益 这个百分比权益 就是每一次进场的资金量体 佣金 就是交易手续费 针对每家交易所的不同 有所变化 在这里 都是以0.1来进行回测 另外记得把百分比改为每份合约 而回测绩效是没有使用任何杠杆背数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进行背数调整 因为在tradingview上是没有杠杆可以添加 而这套策略是可以完整进行全自动化交易 目前我也开放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来申请 至于要如何与交易所穿接 可参考我先前这部影片 详细的申请连结我会放在频道底下描述栏内 回到策略输入栏位 MODE共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本集所演示的进场条件 赢了就会继续以积极的方式来下单 输了就会变成保守 若保守赢了 下一笔又会回到积极的下单方式 第二种模式 在策略上就会一直用积极的方式来下单 最后第三种模式 它就适合比较谨慎的小伙伴们来使用 没错 每一笔单都以保守的方式来下单 再来是HMA指标参数 预设值为9 一样都可以进行参数上的量化调整 接着 Look Back 预设值为6 也就是取K棒前6根的最高点及最低点 如果你商家的策略是使用MODE2 Look Back参数选项就不会有任何变化 最后 就是停损及停利 预设值为2倍及3倍 以上 这些参数都可以进行量化 不一定要参考我的参数组 我们可以透过量化这些参数 来找到适合自己的风险偏好 无论是时间周期 净利 交易次数 胜率 最大亏损等等 然后创建出自己的投资组合 实现全自动化交易 最主要是可以秉除我们在交易心态上的情绪 以及可能会发生的断网断电等系统性风险 好啦 不论你是城市交易者还是主观交易者 希望看完本频道后 都可从中受益 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花你5秒的时间点赞及分享 我会非常的感谢 今天的频道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对这套交易策略有其他更棒的想法 欢迎底下留言 指标与策略 祝各位顺心 我们下次见